各位今天真的很精彩 你有看过用AI控制AI来狂生图片的吗 最近AI代理这个名词非常的红 那非常好理解你就把它想像成工具人就对了 这个AI代理其实就是要解决一个很大的痛点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频道一直以来介绍的AI都是属于纸上谈兵型的 就是你只能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听他在那边唬烂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出现幻觉 你还要自己在那边开网页整理资料 然后你还要自己打字 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帮你做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我们介绍那种单纯聊天型的 TRAGVT还有GEMINI就是纸上谈兵型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 那个改变的moment就要来了 现在我们今天这几年就是要来讲这个AI呢 逐步要踏出他的小视窗了 就是不只是聊天室而已了 今天呢要来示范的就是 Proplexity新推出的一个网页浏览器 它不只是普通浏览器哦 它是AI浏览器 它叫Comet 中文翻译就是彗星 那它最厉害的东西呢就是这个AI代理 它可以直接控制你的网页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难理解 但是呢你就把它想像成 以前我们可能要手动去订机票 手动要去比价 手动要 例如说要却GP生涂 你可能要自己想那些提示词嘛 你还要一个一个送出 这些东西呢以后就交给AI来了 而且各位这个还只是网路浏览器哦 你可以想像如果你今天把整台电脑交给它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要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最新的Comet浏览器 它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那么现在呢赶快就一起来看看吧 那这个Comet它现在需要一个邀请码哦 然后你要使用它里面这个Assistent 你还必须要搭配它的Pro的订阅 好那这个浏览器呢它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就很像Google Chrome那样子 然后它只是右上角多了这些按钮 这个Assistent就是一般的我们很像AI的那个聊天室 可是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又多AI代理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工具人的部分就是它可以直接控制你的网页 好然后现在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这个Assistent如何帮助我在QRGBT快速的生图哦 那就是说我现在想要它帮我立刻生出10张图片好了 我就直接给它一个提示词 就是在这个Assistent打开之后 它的这个对话里面我就直接给它提示词 请帮我用QRGB生成这10个图片 每一个都要开启一个New Chat 然后下面是10个不同的旅游场景 那为什么要一个New Chat呢 就是因为每开一个新的视窗QRGB生图的速度比较快啦 好那我们现在呢直接送出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Oh my god Oh my god 它开始了 真的是要发疯 它直接给我开了10个视窗 它现在呢这边右边啦 你看到它很多跳出来这个 就是它在开启一个新的视窗 所以它现在总共开了10个视窗在它的背景里面 每个视窗它里面就丢入我刚刚给它的10个不同的提示词 很多时候它会选择它直接在它的背景里面执行 那如果你要看到它在干嘛的话 你必须要按这个Open Page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现在正在帮我生图 AI 控制 AI 的时代来了 真的是要发疯耶 你这样子要去生文章生影片生图片 现在整个就是一飞虫天啊 网路上面那些农场文章农场影片 就是怎么讲这个这个 有点像是指数成长那种感觉 你不觉得吗 因为现在大家看 我的这个Proplacity Comet Assistant 它就是在在帮我控制去HPT 好夸张喔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 它就说它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验收成果 有没有櫻花街道 这是什么冰道极光夜空 这些都是生成图片喔各位 然后巴迪艾菲尔贴它 喔 还一次生了两张 非常的精致 大宝雕 水下的图片 非常的真实 整批的AI生成图片 就这样子给它 就出来了 就是除了生成图片之外 你还可以拿去做很多事情啊 用AI控制 AI的话 十篇一百篇的在闪出 或者是你今天是在 就是说做影片好了 现在网路上面不是超多那种 就是电影讲解 或者是什么 讲历史的啊 讲那种 那种很多片花的那种影片 也就是说老高 或者是X档案那种 可以用来示意的这种片 都可以用这个AI来完成 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很多AI的新功能 都只有在美国 才能抢先体验 像是Chat GPT 最近刚推出的购物功能 可以直接在聊天里面搜寻产品 比较价格 还可以直接下单耶 还有Google的AI Ultra订阅方案 提供更强大的Gainer模型 还有一堆实验功能 结果这些 只有美国先开放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有个方法 可以让你瞬间变成美国人 抢先体验最新科技 你相信吗 前几天我想要试用 Track GPT 这个新的购物功能 结果发现 台湾根本就还没有开放 但是我用了 Surfshark VPN 一秒切换到美国伺服器 马上就能体验到 这个超酷的新功能了 VPN简单来说 就是虚拟的私人网路 让你看起来是直接 从其他国家上网的 像现在我打开Surfshark 选择美国伺服器 连接之后呢 我的IP地址就变成美国的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 1.体验确HPD的购物功能 直接在聊天室比较下单 2.订阅Google AI Ultra方案 使用最新最强的Gmini模型 3.解锁Netflix Disney Plus 其他地区的独家内容 4.买机票订饭店的时候 避免被价格歧视 有的时候可以省上好几千块欸 Surfshark最棒的就是一个账号 可以同时在无限多个装置上面使用 我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能连 而且在全球超过100多国家 有3000多台伺服器 连线速度超级快 现在使用我的独家优惠码AppleMate 或者是优惠连接Surfshark.com slashAppleMate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Surfshark服务喔 连接我会放在资讯栏的第一行 赶快去体验全世界的网路自由吧 然后除了这个生成图片之外 接下来的用途我觉得是比较日常 然后实际跟我们比较贴近的一些用途 例如说第一个 我们要来看一下Google Map的部分 是它可以帮我们操控Google Map 然后帮我们去搜寻很多地点啊 帮我们安排这个行程 然后直接去导航这样子 假设我今天在东京好了 然后我突然想要散个步 然后再想要看看这附近 有没有适合散步的地点 然后多个地点我希望他帮我排一个 多目的地的导航 然后方便我去散步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告诉这个assistant 好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提示词喔 就是我希望他帮我安排 5个多目的地的散步路线导航 以东京车散为起点 然后要考虑到散步的舒适度 然后都在同一个视窗完成 我就直接这样送出 好他就要开始自己帮我规划一下 这个散步的路线 好他已经帮我写出来了 然后他直接开始帮我设定目的地了 我现在完全没有在动我的电脑喔 然后他就开始要来设定了 其实要看AI在那边操控我们的网页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 就很像有一个人在用你的电脑 有点像駭客的那种感觉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自然的部分喔 因为很多人其实看到 AI可以这样子控制你的浏览器 控制你的电脑 其实心中第一个想法就是 他有可能会盗取你的个人资料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喔 那我们现在要先看到这个 他在帮我们设定目的地的样子 然后他现在呢 已经设定好第一个目的地 我们总共会有五个 五个目的地喔 然后大家可以看右边 右边是这边他在跑的样子 然后他也会跟自己喊话 就是什么perfect 然后excellent 我已经设定好第三个目的地了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如果想要看他里面 有没有做错啊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你就可以进来看一下 他都做了哪些事情 例如说有的时候可能 在笔架或订票的时候 他可能会卡在某几个按钮 那卡住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下他是卡在哪边 然后去解决 好那我们这边呢就快转 好他现在呢 其实已经帮我们设定完 我的目的地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 他这个安排喔 就他总共呢 有五个目的地 然后他都是按照顺序 把他排出来的 然后就这样子绕一圈 然后这边呢他有写说 总共是大概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然后这边都设定好了 你就按照他的这个导航去走 就OK了 我觉得这个在旅游方面呢 非常的方便 就是对我这种 不喜欢做功课的批人来说 这个真的是一大福音喔 就是早上起来 然后你就 就打开这个Proplacity Comments 然后他就会帮你就是 做好这一大堆的事情 然后这边 其实这个也可以就是 传到你的手机上面 或是你想要把它储存器来 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这个 Comet Assistant 来帮我们比价机票 就是大家想要订机票的时候 不是会上网比价吗 然后我通常都会使用这个Google Flight 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 就是要这个Comet 帮我们来找一下便宜的机票 好他开始把操控我们的页面 然后要帮我来查询便宜的机票了 那这边呢 其实你会发现他选这种 选这种选单呢 没有我们人选的还要快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刚推出啦 而且你其实可以就是放着他自己在那边跑 所以这算是 也算是有省到我们自己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好现在他在选日期了 好结果出来了 帮我们找到了 8月第三周最便宜台北松山雨天的机票 虽然说他现在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就是可以直接帮你找到最便宜的机票 但是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出 比较庞大的比价的功能 就是例如说可能8月9月这么大的区间 你要他去比价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会比较难一点啦 现在可能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 他都还可以执行 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是比价的部分 然后你也可以要他去比价饭店 就是例如说某一间饭店你已经确认好 或者是日期你已经确定好的话 你也可以去要他帮你找一些便宜的选项 好下一个我们来测试一下写E-mail的部分 就是来测试看看他可不可以帮我们 实际的寄出一封E-mail 那我给他的测试呢 就是要他帮我查一下美国星巴克克克速性干什么 然后帮我称赞一下就是 牛鱼鸡场星巴克龟台态度超赞 好 试试看 哇喵喵 没办法填写收件者 好吧 现在我已经试了第三次要他帮我记信 不过他的收件者一直没有填写成功 我稍早自己试的时候他有自己寄出过啦 嗯 现在这个功能其实因为每个网站 可能他的那个界面都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可以成功 E-mail就是大失败 来稍微讲解一下就是我试用这几天下来的感觉 就是他有一些缺点 就是虽然他前面看起来还蛮神的 例如说他可以控制去HP什么的 但是其实他也是有不少缺点 首先第一个呢 像是刚刚自己E-mail就失败了很多次 那除了失败也就算了 他常常自己在背景执行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例如说我可能今天在MAP 可能要他帮我像这样子规划的话 他会突然跑到自己的背景里面去执行 就是他不会实际在左边这边秀给我看 他就自己在右边这边自己在弄自己的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你点进去看他在干什么 其实他也不会真的显示 就是有时候有点不透明 或者是有时候你要他做一些事情 他直接就是在右边的这个视窗自己就做完了 他完全不会动到左边的这个视窗 对所以就对就有点麻烦 再来讲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功能就会觉得 一定会有资单方面的疑虑 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敢用这个浏览器 去看一些很重要的 或者是输入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什么的 现在主要就是觉得他很好玩 所以就是用的比较轻这样子 所以这边也要警告大家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玩这个Command 然后你刚好你拿到药心码 你已经开始用了的话呢 就是也不要告诉他什么很私人的资讯 就是尽量也不要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输入自己的东西 尤其是启用这个assistant的时候 而且又包含说 现在这个Command 还有我们测试的那个Manus 他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订票了 就是他们是真的可以直接帮你结账付款 可是你要不要给他你的信用卡资讯 真是天人交战 就是还是先不要啦 就是建议先不要 这些东西就是还是自己 起码自己接手来完成 例如说他已经帮你进到那个付款页面 你就是自己完成剩下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透过这个assistant 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想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现在AI代理这么行 就是他可以开始帮你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个浏览器只是第一步啦 我们之前其实已经看过那个微软的发表会 你说的多神 就是例如说那个什么 他们的office就要接AI嘛 他们当初的理想就是这个AI代理功能 就是这个AI可以直接帮你做所有的标格 直接帮你写好所有的东西 PowerPoint直接帮你做 但是现在他们就是有点难产啦 那现在反而是浏览器先出来了 那除了浏览器之外 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东西都会开始 有这样子的功能进驻 然后可能慢慢就变成 例如说整台电脑都是AI在帮你操控啊之类的 我自己觉得会变成那样啦 然后包含手机上面的Siri 其实也是以这个目标在前进 因为像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用直接去输入了 他直接帮我们完成 例如说帮我们打电话 我们就不用自己去开那个APP啊 那除了电脑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车子 现在也是AI在开啊 就是特斯拉的那个无人驾驶嘛 然后可能除了车子之外 以后可能还有机器人啊 那这样子就不用做驾驶 那到时候我们人类在干嘛呢 可能在打电动吧 好啦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 这样子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觉得很棒很方便 或者是觉得很恐怖 就是觉得资案的问题 你们绝对不会去用它 或者是你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喔 这浏览器之后是一定会开放给所有人下载的 但是如果是你要那个assistan功能的话 就要订阅他们Proplacity的方案 那如果你们还有想要看哪一间的AI代理功能 或者是有什么样新奇的不一样的软件 想要我来尝试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今天玩到一个还蛮好玩的 就是Google的Vio 3 之前测试的时候有一点小失望 但是现在越用越觉得越好玩 好那我们之后会另外做一部影片 来详细讲那个Google Vio 3的部分喔 就是除了它有声音之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跟细节在里面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喔 我们小平台再见 拜拜